哈囉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幸福就是對我來講就是很知足 然後可以感受身邊很多很簡單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工作崗位上面 可以帶更多的正面的或是開心的 或是有力量的給所有的觀眾 下定決心的那一刻是非常需要 有勇氣然後當你決定之後 你就要很堅定的去執行它 你看這個 你做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好 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位大廚 米其林是新的主廚 很想拿起來做精油 好香喔 果汁 這一道菜叫做水果鮮魚沙拉 在這個水果沙拉裡面要有新鮮的水果 我一直在流口水 很酸 不過第二道菜叫做水果鮮魚沙拉 好嗎 哇 是不是沒有這個 為什麼他想要做這個生魚沙拉 他說因為亞洲人吃生魚品的機率蠻多的 那很少會在法國才看到生魚 所以他就想要用這道菜來跟我們亞洲的觀眾朋友說嗨 那像這個是太小吃 所以不要用 你要試試嗎 他就盡量讓魚片的薄度寬度跟大小差不多 有比較小片的 他會用在其他的菜裡面 最後點綜了一些法國的很常見的小花 可以吃 要吃嗎 嗯 嗯 那草 完了 生魚 紅色狙擊手 乾杯 乾杯 嗯 告訴大家我有腦弓了 不要來靠近我 小心我炸死你 嗯 呵呵呵呵 怪美的一個配件嘛 然後我要來搭我的寶格力的包 因為如果我是靠近的話 我想我也不方便拿太大的包 所以就靠著他 然後把它當吊屍 玫瑰少年 是哪一個呢 啊配這個其實蠻強烈的耶 是不是 我覺得還蠻好的 裡面應該有求婚戒吧 嗯 哈哈哈哈 我很喜歡那個micro bag 所以 對 不知道 心中就只有他 都會選到他 老公啊 我覺得 這個很適合他耶 紅水歐大班 呵呵呵 你怎麼叫他 就這樣啊 就在這啊 就是很明顯告訴大家 我有腦弓了 不要來靠近我 哈哈 小心我炸死你 是不是很可愛 愛力的游向他 擁抱他 親吻他 哈哈哈哈 然後就進入洞房 哈哈哈哈 脫胎包也是我非常喜歡 這系列的 就是 他真的有 單肩杯啊 四雙肩杯 衣服啊 而且運動 就東西都可以 裝進去 所以我覺得他蠻好的 也很適合老公 我只會 基本的問候 Bonjour 呃 Sava 啊什麼 Sava Bien 那你第一次來巴黎 第一 好多次喔 你到巴黎現在 隔多久了還 今天剛到 我覺得今天過得非常充實 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 感覺 還好我現在 沒有覺得眼皮很重 大概再兩三個小時 應該就蠻重 這張就這個就甜的感覺 這個感覺 甜 甜 甜啊不是甜 甜啊 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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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黑 沒有甜 這是來巴黎所有開設 你會幫他做什麼 想做的事都不能做 因為明天禮拜天 所有的商店都晚點了 蘇哥會喜歡買這種烘黑精采嗎 對 看一下 喜歡吃什麼巴黎的食物啊 哈哈 哈哈 我也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吃什麼 哈哈 起司 奶類會不會他們很厲害 牛油 超大一顆的 好打電話 在唱齊哥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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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喜歡做菜 我喜歡看人家做菜 但我喜歡做點點 你有得意的拿手料理嗎 拿手料理 巧克力蛋糕 但你最喜歡吃什麼食物 最喜歡吃什麼食物 蠻多的耶 我喜歡 吃炒米粉 真的會想要上這裡的廚藝學校 有耶 其實 但是就是 語言不是很通 怕他們都這樣吧 就是會有 想要來上一下藍帶的 喝茶 接下來最想去的城市是哪裡 其實我很喜歡 夏天的歐洲 因為我很怕冷 所以只要是像倫敦 其實都還蠻可以長久住的 沒有太多的 擔憂 在這邊可能 會被勾在對拍啊什麼的 什麼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我比如說以前很想 嘗試高空坦跳 或者是從飛機上跳下來的 現在跨越三十之後 就好像覺得沒有必要做 就變得比較 比較膽小一點 那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最瘋狂的事情 踏入演藝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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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問你 什麼樣的建議 給亞洲女生 要穿上 什麼樣的建議 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總是覺得 你必須追蹤你的精神 追蹤 追蹤 追蹤你的精神 追蹤 追蹤你的精神 然後 他的 配件 我自己都注意很扯 就是他的 比如說手套啊 帽子 然後 這一次有很多 荷葉編的 我自己蠻喜歡 希望他趕快出 然後可以訂購這樣子 我這次去 我看我覺得溫莎城堡 非常漂亮 然後看完就覺得好像 你認識了女皇 六十年登基嘛 然後 裡面就有他從年輕到現在 然後看他的穿衣風格啊 然後戴的禮 皇家禮帽 你就會覺得 很想 很想體驗一下 在宮廷的生活 如果有 要拍婚紗照的 idea的話 應該會選擇 對 就是可以體驗一下 那種風格 如果你有曖昧對象啊 你問他幾點鐘 叫他 不舒服 兩個 兩隻 同款不同色的熊 二十五 二十六度 哇這個 不要太燙的 我不知道那幾度耶 四十度 至少有兩千五 不太喝 喝咖啡 兩次 一副吧 十檔裡面的 應該都是我的同學吧 然後 因為我們都 就是 白目的化眼療 然後比較 比較深層的化眼療 我覺得是能夠溝通的朋友 就覺得 還滿重要的 我沒有那麼嚴格 因為我本身也會遲到 送給親友 那時候還在練習的時候 我沒有在算卡洛梨咧 憑感覺 想不起來耶 還沒有出現 我現在在華山英文中心 這個Coco的手錶 這一支的發表會 皮夾吧 經典喔 珍珠吧 應該是手錶 Premier 對 我有三支 還沒有四支吧 代表我 最近喜歡紅色 紅寶石吧 熱情 有生命力的感覺 就是 結合了他們經典的 這個2.55的扣子 然後 菱格紋 以及 鑽石 這三個扣子 溫柔啊 鹹熟啊 多變啊 這樣 就全都不是 會不會 多變 嬌小 努力 是嗎 這個呢 這個呢 很像在用包包的感覺 然後你就要這樣扣 扣起來 轉 然後 另外一頭 也可以 搭起來 現在有點大 跟我手上不太一樣 但它可以 兩支扣起來 很像一個 球殼 因為現在很流行的球殼 所以如果 你有曖昧對象啊 你問他幾點鐘 就讓 在你的 而且你故意要在耳邊 這樣 問他現在幾點鐘 這樣 很sexy 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下次見喔 嗨 所有的Vogue讀者 大家好 我是蔡依黎 保養最重要的是要先清潔 清潔非常重要 最美的女人我覺得 那個時刻 應該是比如說早期 很慵懶的樣子 或是剛洗完澡的樣子 我覺得那是女生最漂亮的時候 彩妝我自己最近還蠻迷戀 就是不同顏色的口紅 不同材質的 有些是比較油的 有些是比較霧狀的 這些我都蠻喜歡的 米蘭 義大利麵啊 咖啡啊 什麼 這是我完全非常難忘 因為幾乎隨便找都還蠻好吃的 尤其是我去威尼斯的時候 我覺得那邊當地的海鮮很好吃 海鮮的義大利麵很好吃 時髦單品 我最近很喜歡腰包 去外旅行的時候很方便 然後你也不怕包包被人家搶走這樣 然後又很搭配衣服的樣子 我覺得戴腰包的那個高度 也會造成不太一樣的效果 有時候是低腰的 就還蠻帥性 因為看你是穿位移還是比較合身的 比較合身你就可以露一點點腰啊 然後可以不用讓那個包這麼粗 就是有不同的背法 有時候一些背側背後背前都有不同的感覺 心動的感覺 可能看韓劇的時候會吧 就是韓劇有一些男女主角的互動的時候 有時候會勾起你那個戀愛的感覺 最近看到的 像那個藍色海洋 那個全志賢跟李明浩在鬥嘴的時候 就覺得還蠻可愛的 療癒感 每天看到烏虎那個呆萌的樣子 就覺得非常療癒 購物 有時候是一種衝動 有時候上網就會瘋狂的點 就是我要買這個這個這個 到最後都沒有買 就常常就只是 滿足自己看一下這些東西的感覺這樣 然後有時候也會 下手非常快 然後馬上就買 而且現在很多都 沒有一定要出門逛街 就是在網路上就可以買 正能量我覺得是 每一天都要告訴自己說 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所以你就要把這些負面的想法轉換 用一個想法來轉換成正能量 然後你就會吸引更多的 這是我一直以來 希望可以不要一直被恐懼所籠罩 所以我會一直用不同的想法 或是跟不同的人聊天 開懷大笑 我覺得那都會帶給我蠻多正能量 資深堂我覺得是幾乎是從我小時候 我就一直還蠻關注的 然後當然那些的平面的models 我常常就會看到他們覺得 欸他們都非常的自然這樣 然後也通常看我媽媽 會買他們的保養品跟彩妝品 然後以前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我媽就會幫我化妝 然後所以就對化妝品跟資深堂 跟小時候想要成為像媽媽一樣 成熟的女性的時候就會想到她 我蠻印象深色我媽用的眼影盤 對 很漂亮 我記得我看到的時候很漂亮 然後她在我比賽的時候 也都一直拿出來幫我補妝這樣 謝謝您 對